首届收藏栏目主讲人朱少良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进入第六讲 古俄片之一 皇帝也被蒙 清明上河图和复春山居图 竟然有copy版 一直以来 十曲宝迪都是一个重要的收藏板块 也是在这个拍卖场上 是一个闪闪发光的一个门类 经常会拍出天价 但是随着质疑之声建起 其中最大的就是质疑 这十曲宝迪当中的一些个艳品 有一些近现代出现的造伪 我们称之为伪额 也有一些个作品 在古代的时候 它就已经出现了一些造假的现象 称之为古额 今天我们要讲的有两幅作品 一个是鼎鼎大名的清明上河图 还有一个也是黄公望著名的代表作 复春山居图 我们先说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根据我们的历代记载 是经过宋元明清四朝 当时这个金兵从东京变梁抢走这作品之后 就流落到了大金国 那大金国呢 有一个人叫张公耀的 他就慧眼诗珠的把它收藏起来 然后到了明代的时候 有一个宦官叫冯保 这个冯保呢 就编字编字导了一段清明上河图失散的故事 有鉴于此 造成世上所流传的清明上河图有很多本 在古玩店里也有很多摆着清明上河图 上面也有宋徽宗的题字 也有双龙印等等 但是呢可以说那一眼看出来那就是假的 那就是地摊货 这个就是石曲保级所以 这个呢就是清楚的记录 这是石曲保级张泽端名下的几件作品 大家看前两个就是清明上河图卷 都是石曲保级出编收藏在御书房 另外一个就是清明上河图 石曲保级三编收藏在颜春阁 前两个作品目前不知取向 历代都以石曲保级三编这个本子 作为它的真结是流传有序 而且呢现在是由我们故宫所收藏 它凝聚着我们收藏家 历代的收藏家的一些个故事 传奇的故事 也是被帝王 还有一些重要的收藏家 把它视为国宝级的书画作品 石曲保级三编这一个清明上河图 为什么我们定位它为真迹 通过证据来说话找它的依据 第一个部分 故宫本它的眷委有大定 也就是秉武年间金世宗的时候 大定26年也就是1186年有燕人张著的提拔 清楚地记载了张德端的姓氏名水 也就是他的姓名 籍贯生族等等 过去呢在北京地区呢是今代的一个金中都 那今代的时候呢他们这里的人呢都自称为燕人或者燕山 还有呢就是其他的一些人的提拔 还有收藏印方面我们看它是一件流传有序的作品 我们翻开石曲保级记载出编的那两个作品 它的收藏印就没有这么清晰流传有序的清晰程度 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提拔者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途中它的这个郊区呢 没有什么远山 这非常符合当时东京汴梁城门外的一些个特点 它的五角桥都是木结构的 城墙 大家看城墙都是土质的 北宋的时候的城墙基本都是土质的 它的街头的招牌全部都冠以业主的姓氏 你看有杨家什么杨九四啊 还有一些孙家什么殿呢 孙杨殿呢 还有一些个正殿等等 这都是它的冠以 它姓氏的一些名字 另外这些种种的迹象表明 它和这个当时孟元老在靖康二年出的一部书 就是东京孟华路 也叫孟良路 和这里边所记载的北宋的街景是完全符合的 那如果要说造伪的话 造伪者恐怕不知道 首先一个难造的就是它的建筑物 能够像张德端似的画的这么致祥致西的程度是很难的 因为我们不了解 我们明代的时候有个大画家球莹 他有一部作品就是林萧照中兴瑞英图 但是我们学过建筑之后就知道他所画的完全达不到萧照的那个程度 这是做不到的 还有呢就是对他的一些个风土人情根本就不了解 能把什么这些个冠以业主姓名的招牌的这些店都记录下来 是很难很难的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画呢 它的风格是非常的尘古厚实 我们说宋人的绘画是非常讲究的 它的笔触那都是厉透纸背 而且描绘起来每一个笔触都能够达到非常极致 特别是里边呢宋人的用墨是墨色如漆 这是宋人的特点和后来人的用墨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验证清明上河图 其中呢存是有两个本子的作品 通过这两个本子的建筑可以验证清明上河图 他到底是不是张子端的亲笔 第一个呢就是文姬归汉 宋人一名的文姬归汉 另外一个呢也是北宋初期的一名的闸口盘车图 我们发现无论是从他的牛车招牌 九四枯树船只波涛以及建筑的构建形制 斗拱 补肩铺座的斗拱朵朵都能够验证 清明上河图是宋人 而且是符合北宋特点的 因此在这里呢 无论从哪一角度 我们都可以验证他的符合北宋的时代风格 清明上河图呢 无论是从他的艺术性 还有从他的知名度史料性 无疑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世国宝 如果说清明上河图 是由于他颠沛流离的传奇故事 给了造假者可乘之机的话 导致今天市场上出现N多个copy版 那么真假赴春山居图的出现 这一问题就和乾隆皇帝脱不了干系了 1745年的时候 皇宫旺的名作 复春山居图就被争进宫 是怎么进去的 乾隆皇帝经常会有一些让人进宫 或者是半买半送的 人家开一万块钱 他可能就给人一千块钱 有点强买 去收购了复春山居图 然后每次下江南就带着这个紫名券 把他带在身上 一高兴了就提一段 一高兴提一段 一共提了55次 你们看看 这个复春山居图 就连山这个空白地方都被他提满了 而且在这个提拔当中 他经常还有有地点 他要写清楚 我在哪哪哪提玉石等等 或者在船上 或者在某个地方 第二年问题来了 无用诗卷进来了 复春山居的无用诗卷进来了 那乾隆看了以后 哎呀一模一样 这怎么办呢 乾隆皇帝自己看走眼了 他明明知道这个是真的 但是呢 他为了保住他的九五之尊 这个权威性 他就说 这件事假的 他就命令他的辞臣 梁施政 说你给我提上吧 把这件事说清楚 梁施政呢很狡猾 他在上面就说呢 试穿复春山居图有两本 然后他又说了一句话 说这个沈德浅 曾经看过两个本 而且还对这两个本有个记录 沈德浅在 在他的这个记载里面 曾经说过 复春山居图有两个本 乾隆皇帝就问他 说哪一个真 哪一个假呢 沈德浅就很不客气的 说了一句话 这个老先生敢顶撞 当时他八十多岁了 他敢顶撞乾隆 真者偏左 艳偏右 就是刚才我们看的 真的 他这个后边尾拔的地方 空白很多 平沙无耻很多 前面没有 所以真的偏左 他的这个杀主的地方 是在他的左边 艳偏右 就艳的地方 是他的平沙无耻 是在前面 乾隆皇帝就很不高兴 最耐人寻味的呢 就是乾隆皇帝 居然将这个假的复春山居图 是当成珍宝 当成他的艺术真品 每天戴在身上 并且呢给他编入出编 然后呢就是 面对这个无用诗卷 乾隆皇帝呢 就发愁了 他就 但是呢 他也明白 他还用很高的价格 还要买回来 但是他又说他是假的 我们想一想 有这种人吗 明明知道这是假的 我还出很高的价钱 给他买回来 恐怕是没有的 但是乾隆呢 心里边很清楚 这是真的 所以他才出高价 给他买回来 就是将错就错 那直到1816年 胡静编 协同黄月英和编 石区宝记三编的时候 他们才把这个 复春山居图的 无用诗卷编进去 紫鸣卷的错额之处 到底是什么呢 紫鸣卷是文人画家 临摹 傅春山居图 伪造了黄公望的一个提款 其实呢 经过我们历代专家的考证 也经过运寿平欧乡馆馆 记载 这个就是王辉王石谷造为 也就是清代化圣 大画家王辉王石谷造为 王辉王石谷 难道还干这种龌龊的事吗 你们不要忘了 张大千也干 张大千造为 那就打了很多人的眼 这不奇怪的 王石谷 王辉王石谷 他是一个不一 他和王云琪和王健 王石敏不一样 他们都是施大夫的后代 那他造为 是完全有这可能性的 我们中国绘画史上 有很多人 都是能够血战古人的 王辉王石谷就算一个 张大千也算一个 米弗也算一个 并且呢 在这个造为的时候呢 这个事情呢 就被明末清初的一个大画家 叫周知林发现了 周知林 他就在富春山基图上 有段提拔 周知林的提拔 可以说是对富春山基图 一个清楚的诠释 而且周知林呢 还自己画了一个 完整的富春山基图本 曾经在我们的中国加德拍卖 很遗憾这件作品 当时我也没买到 太贵了 一个清代的话 那会儿要买七百多万 挺贵的 现在看起来一点都不贵 太便宜了 所以周知林是唯一一个 完整临摹 富春山基图的人 其实在紫名卷的 这纺织过程中 也有很多漏洞的 元代的书画家 通常来讲 很少把他的提拔 放在画心的中央 大部分都是放在尾部 那这件作品呢 恰恰是把他的提拔 黄公望提拔放在中央 而且这个字写的很奇葩 和黄公望的标准的字体 相差太远 如果说黄公望的提拔 我们很难说是真与伪 大家会有争论 但是周知林的书法 绘画很多 这个字体跟周知林 相差太远了 我们看这边呢 就是无用诗卷上面的提拔 这是黄公望自己的提拔 他就是无用诗 制正七年为无用诗画的 而且他里边还有一段话 很有意思 无用过滤有巧取豪夺者 比先时卷末 让我的意思呢 就是无用诗担心这个作品 你画完之后 不给我了 给别人了 你干脆 你画之前先给我提在后边 这一段故事是很有趣的 那富春山居图的辗转流传的过程就是这样 我们看他的明代的一些地藏情况 富春山居图是先到了书画家沈舟的手上 之后呢 富春山居图又到了明代大收藏家董奇昌的手上 那后来董奇昌又把他卖给了吴洪裕 也就是火训富春山居图的那个人 卖给他的爷爷吴征志 到了吴洪裕手上 这个人可太自私了 奄奄一息的时候 他就要求富春山居图跟他殉葬 陪他一起死 结果就把富春山居图命令家人扔到这火里 这个炭火盆里 没有想到他这侄子就给他偷梁换柱 把他抢救出来 抢救出来之后呢 这个富春山居图就分成了两段 一个就是圣山部分 一个就是吴勇诗卷部分 我们看食物的时候 背面命指后面就是有那个火训的痕迹 一个一个动 从此这个富春山居图呢 就被分成一分为二 但是前面的画幅是比较小的 那个呢就叫圣山屠 吴胡帆呢 由于当时的生活所迫 他就把它转卖给了浙江省博物馆 浙江省博物馆现在把这件作品 作为他的镇馆之宝 现在大部分是在吴勇诗卷保留 是在台北故宫收藏 那时区保吉里的古鹅片呢 是很多 不胜美举 今天我们讲的呢 就是清明上河图和富春山居图 两个典型的作品 下一次呢 我们将继续说说其他的古鹅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